下架民進黨 下架民進黨 拒絕債留真孫 拒絕債留真孫 下架民進黨 下架民進黨 拒絕債留真孫 拒絕債留真孫 這季節我們可以看到 前債預算引發各界的爭議和討論 但是我們的執政黨民進黨 卻一再的嘴硬腳鞭 蔡英文總統上任以來 腐爛的編列特別預算 舉債已經超額 前債預算更是可能會拖垮地方政府的財政 讓中央跟地方都面臨了破產危機 民進黨執政至今 對人民的大喊充耳不聞 當人民坐上肩頭 就是被批評 每天就是被抹黑為 都是不切實際 反正人民的心聲 對民進黨來說就是裝睡眉聽見 就像當初立任者國是通過專訪提到 蔡英文對非核家園的態度一樣 面對2025非核家園 2020後就與我無關了 廣話說一次可能有人相信 但是廣話說久了還有誰會相信呢 蔡英文總統對於債留子孫的說法 相當耿耿於懷 不停的攻擊都是在野黨製造假訊息 但是講再多騙再多也無法掩蓋事實啊 我們看看蔡英文總統的舉債數字 特別預算款 我們真的很擔心 他不僅是債留子孫 而是債留真尊 最擅長的就是雙標 只要別人做錯就往死裡打 但自己做錯事卻輕輕放下 就像做錯事都是別人的問題 從來不是自己的問題 出口不順就扯 只是對岸打壓 舉債過高就說 蠻救政府更高 永遠不會檢討自己 你們看不停推脫找藉口 不就是民黨現在的態度嗎 再這樣執政下去 小心一字就要比小莫還要長辣 紅溫層洗腦打內宣 民進黨執政七年好棒棒啊 非綠人士就是唱衰台灣 魔鏡啊魔鏡 誰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呢 誰是台商回流最高的執政者呢 記得哦 只准說好話 不能說壞話哦 民進黨執政不接受實質監督 嚴重破壞了台灣民族價值 更加惡劣的是 極其所能的動用行政資源 亡軍資源來攻擊非維人士 打壓一擊 特別預算的好處就是民進黨最清楚 民進黨在野的時候呢 可見名稱主張修法 刪除部分的條文 不過上台後 百人變本加厲 吃飽玩法 勢無忌憚地擔用特別預算 而他們的行為 就像網路上的流行用語 小孩子才做選擇 我們全都要 cheap 給人家 賞 這些 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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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